大家一起做健康操 來活路經過各個健康 人家便宜為了要給民眾 對糖尿病有很一般的了解 特別基盤選擇多人 請到醫生來跟大家公開糖尿病的相關地識 也要來跟民眾一些吃東西的祕訣 現在雖然很多糖尿病 都有一些新的藥物 各種藥物可以把血糖控制得很好 但是一些慢性疾病的發生 譬如說心臟病、腎臟病 這個都可能會影響我們後續的一個 生活的機能跟生活的品質 所以透過藥物的控制以外 那我們透過飲食、運動 然後跟我們的一個體重的控制 那我們可以讓我們的生活品質可以維持 跟原來沒有糖尿病的時候 可以幾乎是類似的 便宜也有推出三種的健康揮膏 要來跟民眾在外面健康吃揮膏的方法 就算是同有白的環節 只要選到東西 就不會有健康方面的勾力 我們在進補上面我們注意到 每個慢性病的不同的一個進補的方式 尤其是在糖尿病上面 我們希望就是以採個別化的 我們希望能夠低脂高鮮的一個飲食 那高鮮的話最近我們現在 我們醫院 我們醫院供應的這三個火鍋 最主要的是以五行蔬菜為主 僅對一般的民眾 營養師也有教大家 一些健康吃飽的祕訣 如果在吃有關於薑母鴨 或者是說山藥排骨 或者是泡菜鍋 羊肉爐 我們都盡量是能夠去皮 以去皮然後能夠達到低脂的一個作用 白營養還有設計的傳觀遊戲 讓民眾可以救到活動 除了做一些身體的基本檢查 對糖尿病也有進一步的了解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地躲過這個冬天 記者五位麥 柴鳳報道